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迪A1中国限量版正式上市 两款车型的售价分别为27.18万和31.18万元 作为奥迪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限量车型 奥迪A1中国限量版仅发售500辆 2013款D号EC7将于春节后正式推出 预计在3月份上市销售 新车做出了全新改进 造型更加动感 提供包括1.5升手动 1.8升手动 1.8升CVT三种动力组合多款车型 预售6万起 兰博基尼公布了Avento的LP700-4 Rogster厂逢跑车的国内售价 售价为738.88万元 超跑厂商视觉表示将会在3月开幕的 日记马车展上发布一款全新跑车 这款跑车将以保时捷911和奥迪R8 为主要停登对手 丰田汽车公布1月在滑销量数据显示 其在滑销量终止了连续半年的同比下滑 实现了正增长 增幅达23.5% 2012年日系车整体收缩 雷克萨斯英飞尼迪和欧哥三大日系豪车品牌 也未能庆免 不过英飞尼迪总裁约翰·德尼森 前不久专程抵达中国 强调英飞尼迪2014年在中国实现 本机化生产的目标不会变 可能细心的朋友都已经发现了 每周春不报改版了 那改版了之后你还喜欢吗 相信这两天大家都沉浸在那种喜气洋洋的过年的氛围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对爱车的注意力会有所下降 你比方说我们家楼下这两天就有一辆车 伴随着鞭炮的声音 没完没了的是响个不停 所以说我们这周就必须要说一下 春节期间更与车辆停放的问题 春节期间停放车辆要比平时更加的认真仔细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当中时 往往一些小问题会引来大麻烦 首先在停车位的选择上 要考虑自己方便的同时 也要照顾到别人的进出是不是方便 建议您将爱车停到车位上 避免停在路口过道 特殊情况下 如果占用了其他人的车位 或者妨碍到了其他人时 最好留下一张带有您连续方式的卡片 并且付上祝福吧 这样既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他人 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火灾的高发期 因此停车切勿占用消防通道 以免影响救援 其次有条件的车主 最好把车停放在地下车库 不得不放在小区里的时候 请不要停在草地上垃圾桶 或者其他易燃易爆物品的附近 因为燃放鞭炮很容易引燃它们 同时要远离烟花爆竹点停车 以免爱车遭受伤害 必要的时候可以对爱车进行看护 不少车主为了爱车 不被鞭炮的碎碎弄脏 可以在这时候给爱车披上了车衣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一定要确认车衣的材质是否易燃 以免发生火灾 另外在高楼的阳台窗口下 最好不要停车 因为有些高层的住户 喜欢在自家的窗口燃爆鞭炮 同时高峰坠物也容易给车辆造成伤害 春节期间一级的鞭炮燃炮 会让车上的防盗系统频繁地工作 从而导致蓄电池当中的电量快速地消耗 因此建议您将防盗装置的敏感度降低 从而减少因为燃爆鞭炮 而导致的车辆没电的情况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也可以将防盗器的保险丝拔掉 通过机械钥匙来锁车 最后无论在哪停车 都要尽量地将车头朝外停 这样不但走的时候方便 还有防盗的功能 因为车头朝里停放的时候 偷车贼往往不容易被发现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停车的注意事项 那也要跟你说一下放鞭炮的事 哦 千万要小心啊 不要玩过头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本周要给你推荐的精彩视频 对是吗 推荐视频一 车主只能干着急 灰熊看上汽车备胎 推荐视频二 恶搞无辜路人 汽车竟能自己跑 推荐视频三 风乐坎林车的尴尬一幕 推荐视频四 汪星人要拟天了 世界上竟然有会开车的狗 推荐视频三 推荐视频五 模特也不是好偶大 节目的最后就要公布获奖王傲的名单了 首先呢 我们要来恭喜一下猜车环节和爱分享环节的获奖者 那把你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发展内信给我们吧 好吧 本期的春风播报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本节目的品由法拉利中国友情提供